中秋节必备的牛肉的十种做法 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种 以后要是想吃牛肉 你就像我这样做个西红柿炖牛奶 做法简单好吃又下饭 首先切好的牛奶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 煮出血沫捞出 油热下牛奶 煸炒至表面焦黄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翻炒出酱香味 然后下一半西红柿炒出汁 加开水没过食材 小火慢炖四十分钟 再倒入剩下的西红柿 调味加盐鸡精 大火收汁就可以出锅了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个 第二种 以后要是想吃水煮牛肉了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个家庭打算 麻辣鲜香 好吃还下饭 首先把牛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后加盐 胡椒粉 少许料酒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用我的左手抓拌一下 再来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锅中水开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烫熟后捞出备用 另起锅放入一块火锅底料 一勺豆拌酱 下入葱姜蒜 花椒干辣椒 开小火慢慢炒出辣香味 加入适量的清水 煮两分钟后捞出料渣 调味加盐 少许鸡精 半勺生抽 少许老抽 然后开大火下入牛肉 待牛肉煮至定型后轻轻的推动 煮熟后倒入碗中 加葱花 蒜末 少许花椒 干辣椒 一把白芝麻 淋上热油浸水 肉质滑嫩 麻辣鲜香 喜欢就收藏做起来吧 第三种 天气越来越凉了 要多吃点牛肉 特别是孩子长身体的时候 我是每三天都给我三个儿子吃一次 最小的八岁 就到了一米五 切好的牛肉 一定要冷水下锅 放点料酒煮出血沫 用热水清洗 千万不要用冷水 要不然肉质发硬 吃起来还塞牙 牛肋 把葱姜八角炒香 倒入牛肉 右手翻炒五六七八下 调味我们只需要一小袋黄门酱汁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放 然后倒入半瓶啤酒 二百度的开水 小火炖四十分钟 等到汤汁浓稠的时候 下入鞍唇淡 最后放青红辣椒 蒜苗 大火收钱汤汁 你要是学会了 一定要点个赞收藏起来 下次想吃牛肉 你就和我这样做 第四种 你一定要记住 以后要是想吃辣椒炒牛肉了 你就和我这样去做 做法简单 只要你看一遍就能学会 首先把辣椒拍一下 然后切成大大的小段 牛肉要雪牛里肌肉 切牛肉 记得一定要顶丝切 不要顺丝切 这样炒出来的牛肉才不会柴 切好的牛肉加盐 胡椒粉 生抽耗油 料酒 抓拌均匀后 腌制十分钟 然后加一勺生粉锁住牛肉的水分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麻烦你 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锅中烧空气 倒入青椒炒至断生 盛出备用 热锅凉油 倒入牛肉 快速地将它化散 加葱姜蒜边炒出香味 倒入青椒 加盐 鸡精 老抽调味 最后大火 翻炒两分钟 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辣椒炒牛肉鲜辣滑呢 你要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第五种 好多人把牛肉买回家 不是红烧 就是轻动都吃力了吧 其实牛肉像我这样子做 才是最好吃的 切好的牛肉 放入生抽 老抽 蚝油 胡椒粉 适量的葱姜水朝一个方向抓拌均匀 把牛肉表面抓起姜 然后再加入一个笨蛋 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让牛肉吸饱蛋液 这样子 咱们代表做出的牛肉 会更滑嫩 更好吃 最后再换入少许的生粉 抓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油温四成热 把牛肉下入锅中 迅速地滑散滑熟 把牛肉滑至变色 倒出控油 备用锅流底油 放入姜片 小米辣芹菜 翻炒至断生 然后下入牛肉 迅速地翻炒均匀 下入生抽 蚝油 胡椒粉 鸡精 白糖调味 开大火迅速地翻炒均匀 出锅即可 这样做的芹菜炒牛肉鲜香好吃 特别的滑嫩 学费地 赶紧回家动手做起来吧 第六种 炖牛肉切记不要直接就下锅 那样又才又应养不动 今天分享一个小技巧 炖出来的牛肉软烂入味 非常好吃 切好的牛肉放入碗中 加一勺盐和适量清水浸泡20分钟 这一步不仅能软化肉质 还能使牛肉的营养成分不容易流失 你看 泡出来的血水都是腥味的来源 切记不用焯水直接下锅煸炒 炒出多余的水分 我每天分享的都是简单易学的家常菜 觉得不错就留个关注吧 您的厨艺一定会越来越棒 再加葱姜 八角香叶干辣椒 冰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盐鸡精 一勺黄豆酱 加入开水没过食材 这是牛肉不柴的关键 扣盖小火炖50分钟 然后放土豆和胡萝卜再炖10分钟 最后撒点蒜苗收浓汤汁即可出锅 这样炖的黄嫩牛肉软烂入味 特别好吃 家里大人孩子都喜欢 第七种 这个牛肉滑蛋 我每个星期都会给孩子做两三次 现在已经长到了1米5 腌制牛肉时千万不能放盐 不然肉汁会变得又老又柴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抓匀腌制10分钟 碗中打入4个公鸡蛋 加盐 葱花 一勺水淀粉 搅拌均匀 油热下 牛肉炒至8分熟 然后倒入鸡蛋液 小火轻轻滑熟 这样做的牛肉滑蛋 我家5个儿子 能配3碗大米饭 第八种 比烧烤还好吃的牙签牛肉 做法简单 学会了老公 再也不出去吃烧烤了 首先将牛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了放葱姜 盐和鸡精 胡椒粉 蚝油 料酒 生抽 玉米淀粉 一个笨蛋 抓匀腌制15分钟 牙签用开水泡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不好的东西 然后把它穿成羊肉串 油温6成热下入牛肉 小火炸20秒 微黄就捞出 留底油放葱蒜 辣椒面一起炒出香味 倒入牛肉串 撒上孜然粉和白芝麻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牙签牛肉 香辣不油腻 甘香好吃 第九种 我告诉你 如果你炒的牛肉又老又柴 你就学会像我这样做 牛肉又嫩又滑 切好的牛肉加生抽 蚝油 淀粉 用我的左手抓匀腌制10分钟 水开放一勺盐 再倒入蒜台海鲜菇焯水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您还一直没给我点过小红星 家里还有六个弟弟上大学 压力实在太大了 您就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锅中油热放入牛肉 迅速地划散炒至七成熟 加姜蒜小米辣 倒入蒜台 盐鸡精 生抽和蚝油调味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牛肉滑嫩可口 好吃又下饭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第十种 家里有孩子的 一周一定要给他做两次牛肉 既能长身体 又能补充营养 切好的牛肉 加盐胡椒粉 料酒 生抽 姜丝 一勺淀粉 用手抓匀腌制10分钟 由热下葱姜蒜洋葱一起炒香 再倒入西红柿 炒熟炒软 加入土豆 摆上牛肉 加入三勺长姜水 盖盖焖煮8分钟 这样做的牛肉那儿不柴 超级下饭